V区打单牌的应该都对这个单子ID有印象吧 不是说他有多出名 但是不管什么情况下 他见到你是真敢忙你啊 可以看到他淘汰分比排名分多了整整2000 第一把手感不好 撞到他直接被人家当人机给亲了 但是没想到第二把我们又遇见了 那这局必须得硬气一回了 在出城岛看见他就先给他打一套军体拳 这边来到窗户园外边有车刚想扫一下 结果这哪来的精神小伙 你还敢搞偷袭是吧 我靠如果是喷子前辈的话 我只能说一句 我错了 遇到这种喷子该怎么打呢 最好不要跟他打 这边近点来脚步了 就让他们两个先打 打起来了 直接一个鬼跳摸过去 剩下的这个就是单子ID木了 我们俩也是在这一顿拉扯 投掷物互换 谁也没炸到谁 不过这一波听到他的小房间里面 咱们抓住机会 直接就是个燃小萍加一个铝业蛋 成功把他困住了 像这种情况还犹豫啥呢 直接找到包里的12K 他哥哥的 架好一秒点就喷喷 侥幸击杀单灾地木 顺便拿下埋太王 但是我是真没想到 人家从创楼园出来以后 也是嘎嘎猛攻 这是他淘汰的第五个 这边我还在天上飞着呢 人家都已经淘汰第六个了 别杀了别杀了 这个压迫杆搞得我只能躲在房区了 来了个车 咱们直接扫 可算是扳回一局了 那个位置舔包就不要吝啬烟了 封两个烟再去舔 舔完包就来追这个空头雨 捡了这个信标就先走一步 拉到这个坡上先架一手再说 听车声应该是来车了 咱们直接过去扫 然后在这里再蹲一波 看一下单子ID木会不会过来舔 哦呦你这个裸鸟还敢飞下来是吧 我是害怕单子ID 但是你这个裸鸟不是手拿把圈吗 都过去这么久了 应该没人来了 咱们把空头捡上 听车声 哦不对 听弹声应该是来弹了 扫他扫他 只有平没子弹了 直接切没鸡摊 刚想换完子弹就溜了 但是这个时候来车了 注意听 他停车了 这个时候他肯定想高打低的 咱们赶紧轨跳拉到左边 坡上去 真的他这一波反应 很少有人能做到了吧 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过 这种顶尖的单子ID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其他的单子ID自信感爆棚啊 直接参线应该是拿下了22个淘汰 拿下本场蛋糕